林洋 冰夫帶還綁著黃金男霜 林洋配在掌聲中走出球場 小組在搶下三連勝 看似輕鬆擊退美國隊 王麒麟卻說自己打得太緊張 又很緊繃 我今天打得比較緊張一點 緊繃一點 因為對手其實也衝擊性非常強 然後我自己打起來比較 發揮得比較沒有那麼的流暢 面對實力相對有落差的美國隊 林洋 王麒麟最終只花了31分鐘 以2比0 21比12 21比13拿下第三勝 接連擊退日本丹麥美國 戰局小組第一唯一不敗組合 林洋有極大機率晉級拔搶 即便戰局小組龍頭位置 但黃金男霜說 還得繼續加強對場地的掌握 他的風向其實還是需要 再去小心一點 就是有時候在進攻的時候 不能因為想要出力 然後就很直接的出手 這樣很容易就會揮空 就是希望說 把專注力放在下一場比賽吧 沒有去想太多 就希望趕快恢復吧 接下來最重要的功課 就是積極恢復 因為在一天後 馬上就要碰頭 目前世界排名第9的中國 男霜組合 但王麒麟卻被抓包 晚上不睡覺 大半夜還在網路上跟網友互動 很多網友會讓你趕快睡覺 因為到很晚還會害羞 對場會在... 沒有 那時候我昨天在對場 可以看到你一直害羞 真的該趕快睡覺 我覺得睡覺很重要 恢復很重要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睡著了 那怎麼醒來的 這時候別人幫你回了嗎 對 說夢話吧 說夢話或是夢遊 然後... 不要贏拿出來 鏡頭前瘋狂鬥嘴 看來小CP越吵成績 只會越好 我們的黃金男雙朝頒獎台的目標 越來越近了 那種歪理 我說什麼 我不睡覺是我們的習慣 可以好好睡嗎 因為我睡得很好 記者曾家學徐起鍾 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